万里大平国小的食农教育相当的知名 相关的课程安排更是丰富多元 今天综合课的时间呢 大平国小的学生挽起袖子 不是要挖地瓜 而是要做地瓜面包 从擀面铺料到卷起整形 每一个步骤都难不倒他们 借由食农教育的有趣课程 引发孩子兴趣 培养自信心 万里区大平国小是食农教育特色学校 学生们不仅会种植作物 照顾作物学习如何从害仿制 如何让作物入菜发挥最高的经济价值 也是学生们的强项 今天综合课的时间 大平国小的学生挽起袖子 不是要挖地瓜 而是要做地瓜面包 从擀面铺料到卷起整形 每一个步骤都难不倒他们 就像是专业的面包师傅 很有趣 而且可以自己亲身来体验 这个跟都市的小孩不一样 都市小孩可能就是去一般的面包店 然后自己就是去买 然后就吃一吃就不觉得怎样 但是我们上下就是我们学校就可以自己做面包 而且还可以自己挑口味 然后就可以在做的时候还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做这个肉桂卷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你不但你可以亲身体验到 而且你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就像你在做这个肉桂卷 你需要用到高筋面粉中筋面粉还是低筋面粉 还有你可以用哪一些材料来做这些食材 就是我觉得做这个面包的时候 有时候量要抓得好一点 不然它有时候假设面粉太多的话 它就吃起来就口感会不好 或者是什么奶油太少的话会怎么样 然后量的话也要抓得刚刚好的 那比较好 大苹果小的学生提到在学校里学习的内容 与大部分的学校都相同 却也有很多的不同 不只是在课本上看到农作物的照片 而是实际的看到作物的本体 亲自去照顾作物 最后还可以将作物采收 做成自己喜欢的食物料理 因此也获得特别多的成就感 那虽然肉桂卷算是比较平凡无奇的一种面包 但是因为我们加入不同食材 那另外我们还加入我们在地特色 我们的地瓜 那我们也使用了 采用了不同的一些坚果类 一些果干类 来让这些地瓜散发出更多不同的风味 那无论是说小孩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学到知识 那做完了以后 他也可以品尝自己所做出来的面包 这样子可以让他们更印象深刻 而这场综合课程是大苹果小教师自行研发 就连面团的揉制馅料的准备都是老师自己来 大苹果小也期待要让史农教育更完整 丰富课程多元化 引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更藉由这个兴趣 培养学生的成就感与自信心 这叫廖品寒 万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